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吧 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網址是www.h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Della好,大家好 現在這個新冠狀病毒的肺炎似乎 好像最近聽到的報導,好像說 全世界上只有五個國家沒有確診 其中包括北韓,不知道是不是真還是假 因為消息都比較封閉 但是似乎都一直會繼續這樣擴散開去 每一個國家都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這個疫症 譬如中國一早就用一個封城、封閉的方法 希望可以阻止做那個擴散 而其他國家有些就用一些集體免疫、自體免疫的方法 例如英國、丹麥、法國那些 都採用比較自由的方法去對待這個疫情 但是上幾集我們都說過 其實他最重要的方法是怎樣 有一個處理的方法 以及提升自己的免疫能力 過往警察阿元醫生也幫我們分享了 一位有超過二十年的臨床經驗 對於處理肺炎 在英國Glasford同磊醫院上 Dr. Boland他在不同的階段之下 用不同的同類療劑 就可以處理好那些肺炎 就醫治好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一些很好的 有效的方法對待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擔心這個疫症肺炎 今天我們又再想 讓袁醫生繼續幫我們分享一下 Dr. Boland他在經驗上 再去處理不同階段的肺炎的時候 應該用什麼尿劑呢 在同類療法的歷史裡面 其實有很多醫生都寫過 無數的書籍講解 他是怎樣用同類療劑 去處理不同的肺炎 今天跟大家繼續介紹 就是Dr. Boland的經驗 他有20年的經驗 經驗在Glasgow醫院裡的經歷 這次要跟他講 如果有一種肺炎 我們叫做 英文當時用的主語叫做 creeping type of pneumonia creeping的意思是會走動 會爬走 因為其中肺炎不會駁一聲轉 但他都會慢慢走 所以他就用這樣的字叫creeping 意思是會變為字 另外一個 成員人有一種肢器管性肺炎 其實肺炎有不同種 很多時候 你會見到一些情況 他本來是開始的時候 是屬於一種很明顯的 葉狀式肺炎 大家知道肺有幾葉 一邊是三葉 一邊是兩葉 即是一塊一肺 一塊的葉 叫做Lobar 早期在一個葉的肺部 就出現肺炎 慢慢地 可能是24小時之後 是出現另一個地方 即是本來沒事的肺 另外一葉又出現了 同時 舊的肺部就不會好 即是這種肺部 慢慢地移走 好像爬過去 好了 在屬於這一類肺炎 在屬於四種療劑 我和大家一個個分析 分享 第一個叫做Natrum Sulph N-A-T-R-U-M Sulph S-U-L-P-H Sulph Natrum Sulph 中文叫做 硫酸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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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 硫酸鈉性型肺炎 通常是可以說 是慢慢地出現的 即是它不是突發性 是慢慢地出現的 那 可能呢 初修的時候 就在一部 一個肺 一個位置的地方 一個很小的位置 慢慢慢慢地 就擴散出去 好了 病人通常都是 都是青青的 那個容貌都是青青的 那 還有呢 很多時候呢 青青青的 它有一種 黃的顏色 即是 即是 可能呢 直接有了 那個肝炎 表面形的肝炎 那個膚色 是大黃的 那 很多時候呢 這種發現呢 是什麼情況之下 會出現呢 很多情況呢 就是 開了做了某種手術 OK 譬如 可能當時有 急性的 就是蠻腸炎的手術 或者是 膽囊 膽囊的手術 之後呢 接著呢 就變成了 肺炎 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有些人 初到入院之後 好好的好的 做某種事 慢慢地 就搞出肺炎出來 這個 劉酸臘呢 是很多時候 適合 這種情況出現 肺炎的 好了 那個人的 那個神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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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神態呢 在劉酸臘的人呢 病人呢 通常都是很 情緒很低落的 就是 不是說 他哭的那種 低落 但他感覺的人呢 就是很 好 就是 跌得很低 是很 很陰塵 那種感覺的 那種感覺的 還有呢 他們在那時候呢 都不想人騷擾他的 OK 如果你去干擾 他很多時候呢 他就會 拿個背對著你 也都不想你問他任何問題 也都不想去做任何的思考 那 就是他不想想事情 通常會說 你做什麼事情問我那麼多 不要理我 走啊走啊 那樣的 通常呢 是比較敏陣的 還有呢 他們呢 通常呢 對那些聲音呢 很敏感 OK 可能你會聲音呢 會刺激他 令到他很敏陣 那或者有時候呢 是對那些熱 溫度啊 熱啊 尤其是房間 是太過焗呢 他們會很不喜歡 就是受不了 那通常呢 他們的皮膚呢 都是會有一種熱熱 黏黏痴痴的皮膚 嗯 的表面 OK 好 那 那 劉酸立過型的病 那個 那個 那個利胎呢 是有些什麼呢 很多時候呢 你會看到一種灰灰綠綠的 的利胎 OK 但當然呢 也都可以看到黃的 黃的 黃的的的的的的 或者有少少呢 是有少少啡的底 或者有個白色的 的 但有黃色的底 OK 但是呢 如果你看到那些是灰綠色的 這個是很典型的 那個 柳酸立的那個 那個 舌胎來的 好了 胸口方面的痛呢 他們呢 就一 就覺得是很尖弱的痛 那種痛呢 好像有些刀來插它 那樣 還有整個的 壁腔 那個 那個 那個胸口呢 都是整個來的 有些痛 那種 冤冤痛痛的 那樣的 當然這種這樣的 刀刺刀刺的 那種痛呢 是那種痛呢 是如果咳嗽的時候呢 是更加嚴重的 OK 那你也看到呢 通通的時候呢 那個病人呢 就會 坐起來 掩住胸膛的 就是不想動它 咳嗽的時候 好了 那還有呢 那你也看到呢 他整體來說呢 那個體態呢 都是很不安的 因为它感觉不舒服,所以通常发现身体的位置常常要转身,转位置,动来动去 但这些转动也不帮助它有什么舒缓 在这种肺炎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病人会出现后尾枕头痛,很严重的后尾枕头痛 也发现肺胎的味蕾有一种苦味,但口干就不太厉害,不是很口渴 但有时候它还有一种感觉,发现腿部尤其是膝头往下是很热的 这个很有趣,很多其他的会是冷的,但它是觉得很热的 有没有时间的因素呢?有没有某个时段差呢? 一般刘酸钠的变差的时间,通常都说是晚间凌晨5点钟 但在肺炎的情况,往往比较早一点 通常肺炎感觉差的时候,是3-4点钟 就是比平时一般的5点钟的凌晨5点钟,是比较早一点 好了,痰液方面呢? 你会看到,痰液很明显是大绿色的 有些肝胆,好像是胆汁 有些烤了,这样的滲透出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你要记得 刘酸钠的疗势,通常是跟肝胆有关的 所以你会看到,尼胎,灰灰绿绿 绿色是胆汁的颜色 那时候,痰液,你都会看到有些绿绿黄黄的 当然了,一般的瘦色都会有 好,痰液,通常的量都比较多 还有就是,不会那么难套出的 好,虽然刚才说的这种肺炎 通常是有一种爬走式的,就是会走的 但很多时候,主要的受影响肺的位置 通常是左边,又是左下边的肺炎 另外一个疗势,我叫做pulsatilla pulsatilla,我中文叫白头翁 白头翁 通常这种白头翁,通常是一些 我们叫做肢器管性的肺炎 多一些的,那么它的病历呢 通常是怎么开始呢 通常病者,可能初初时有一个伤风 是一种痰液性的伤风 那这些伤风呢,慢慢地就是蔓延到肺 那通常都是慢慢来的,慢慢慢慢慢慢来 就是不要说很快地出现的了 通常有一种呼吸系统,上呼吸系统 双风的,这样开始的 你看到一个拔头翁型的病人呢 他通常都是昏暗的,但是红红的 都是暗红,昏暗的 而且你看到他的感觉,好像那些人 所以呢,白头翁的人呢 都是比较上,是温和一点的性格的 通常是比较遭人的 那所以呢,平时的性格是这样的 所以他面对这些肺炎的感染呢 他都好像是,就是都受不了的 就是他不能抗拒的 是慢慢地呢,是被他蔓延下去的 那性格方面呢 遇到这个病,当然他会感觉很紧张 他自己又担心,很害怕 会不会,会不会好不回啊,这样的 好了,那么,白头翁型的病人呢 通常呢,都是不喜欢独处 他通常呢,就希望有人陪着他 有病的时候,尤其是这样 所以,尤其是10元仔 那时候呢,他就要妈妈,家人陪着他们的 好了,在那个胸肺的症状方面呢 白头翁的人呢,通常都是很喘气的 很严重的喘气的 那感觉呢,那个肺呢 那个肺呢,是很紧的 很紧的,很紧的 而且呢,很脏的 其实是很扯气的,很索气的 所以他诚意希望呢 那个门要打开啦 那个窗门要打开啦 他希望呢,有点风吹下的 因为他很需要呢,很怕是焗的 那,还有呢 他这些这样的气喘呢 是接近黄昏呢 他就会比较差,就是时间方面呢 就是这样的 那当然呢,他也有一些很严重的 就是那些,那些咳 那些咳到呢 就是差不多是窄色性的咳 OK,那 那当然呢 每次这样的强烈咳了之后呢 咳到作呕啊 好像窄色那样呢 那人呢,就立刻就变得 是青青了的 那他会告诉你呢,其实他咳的时候呢 好像感觉呢,那个胸部呢 是有一块东西是脱了下来的 即是咳,咳,咳了下来的 那整个胸口呢 觉得那人呢 就是很... 那种痠了那种,那种RAW的痛 那当然啦 咳了之后呢,整个胸口呢 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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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痠痛啦 那... 和肌肉呢,都好像抽得很...很辛苦的 好了,那... 那... 口康方面呢,发现呢 白头腰的人的口呢 通常很干,喉咙又很干 那那个舌呢 通常呢,是有一些口口黏黏的 白色的舌胎的 那... 那... 他通常呢,他也都是... 口很干 但干得漂亮呢,很有趣的 他通常说他不口渴的 是不口渴的 那... 那... 尤其要喝得好呢 都要喝少少少酸那些酸味道的东西的 OK 好了,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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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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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他的双手很多时候是放在两旁,甚至是放高头的 你看到这种垂肢,这种体肢 白头鹰的人很怕热,整体觉得很烤热 但同时,他觉得身体有某些地方,会觉得很凉,很冷 白头鹰的痰,通常都是比较难吐的,通常是很黏的 痰的痰痰可能会吐到窄色那种感觉 痰是比较黄一点,也有时候有血色的感觉 好,这节时间也差不多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题目就是肺炎的同类疗法4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家里,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肺炎的同类疗法4 上一节,袁医生帮我们介绍了一种油酒性肺炎 介绍了两种疗剂,好像还有两种 麻烦袁医生继续帮我们介绍 接下来第三种疗剂,英文叫SENEGA SENEGA,美丸痣,Indian Tobacco 也有些叫蛇根草,有些叫SNEKEWALK 有些翻译叫蛇根草,或者我们当蛇根草 这个翻译比较常用,叫SENEGA 这个蛇根草通常是比较是支气管型的 但是支气管炎的肺炎,都有我们叫做Consolidation 就是有些结实性的,有些肺是整体性的影响到的 不只是支气管 通常这些型的肺炎,肺的声音是比较大声的 很多谈声,啰啰声,比较多一些 通常病人病了几天,又不是突然之间来的 早期可能是属于白蛇根型的肺炎 但是很可能当时没有用这个疗剂之下 就处理了,然后就演变成另一种肺炎 属于蛇根草这种肺炎,SENEGA 好,看上去整根草的病人通常都是比较泛红的 有些有时很鲜鲜的泛红的 你也都感觉它看上去都是浮浮肠肠肠肠肠肠肠的 我们会说它的胸肠是压逼得很辛苦 就好像有成冬蠢的重量压在它的胸口里 导致它就透不了气 这个是一个很重心的 这个是一个蛇根草的重心的症状 好像觉得胸口好像有成冬蠢的压迫它 当然它给你感觉它很累 有很多痰,而且真的累到没有力量 当然它也是有一种焦虑的感觉 很多时候这种肺炎是和流感性肺炎出现的 就是肺炎有很多种的起因 通常都会这样的 这个病人当他有肺炎的时候 他就很关注于自己的状态 多于是其他家人 譬如就算当时他家里有个女儿病得很厉害 他都不会去问一下 他的女儿对待电话 他都是紧张自己的情况 在咳咳方面 通常咳得很厉害的 很严重的咳咳 而且很有趣 它就会感觉胸膛那里有一种很敏感的 很特别敏感的位置 如果你去敲打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敏感的特别敏感的位置 通常是肺炎结实的位置 当然整体来说肺膜的胸膛 都是会痛的 而且也是很不安的 会走来走动的 当他咳咳的时候 他的面就变得是很热很红的 也有一些很热的汗出现 在咳咳的时候 也有时候出现一些叫汗疹 尺根草的人都说他自己觉得很热 他自己感觉很热 而且他们要求你多给些空气 例如打开窗门 当然又出汗的时候 他通常被子都会踢开 但是他虽然觉得他要有些空气 但如果你真的打开空气 那些气流一吹到他 他也会咳起来的 OK 还有他们通常这种肺炎的状态 他通常就会有一些喉咙 甚至乎全部失声 好了 影响那部位 倾向右边的肺 右边的肺便 OK 还有你看到他听到的声音 是很大声 很杂声很重的 OK 还有他那个四肢 都是青青的 没有血 青白的 这样的 好了 那这种的病人 就是 除了体温会高 消毒比较高 那很多时候 他那个心脏的问题 就都会很快会出现到的 那 在右边 那个心 那个开始 右边的心 开始就是 增大 那还有 那个肺 那个心水 都很快会看到的 那所以为什么呢 这些这样的肾液呢 会导致他那个声音呢 咳咳声音啊 肺你听肺的声音呢 肺的声音呢 肺的声音是很杂很大声的 OK 那通常呢 这些这样的病人呢 通常呢 是出现在比较年纪大一点的 年纪大一点的 那这个是一个是我们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今次的那个新冠状病毒这个症状呢 那都是发现呢 肺炎呢 很多时候呢 是出现在年纪年长的人 那所以这个呢 是可以考虑 这个其中一个 用得很好的 那大家记住了 他的呼吸声很响 很吵 而且呢 他还要感觉呢 好像有整个东西的 那些宠物呢 是压着他的胸口的 好了 接下来就是第四种了 第四种呢 叫lobelia L-O-B-E-L-I-A 就叫做北美的生锦菜 OK 那么北美生锦菜呢 就是 通常呢 就不是那么经常用得着 但是呢 它也有它的特地 特别的正型的地方呢 所以你有时呢 需要到用呢 它都要用得到的 好了 表面一看呢 这些北美生锦菜的病人呢 那样子都很病氧啦 那样子很灰 即是很 很苍白啦 那还有呢 那个皮肤呢 都比较多汗的 OK 那它也有一种 感觉呢 就觉得呢 那个胸口呢 和很压迫 和呢 很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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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感觉的 那这种感觉呢 它是动不了的 即是移走不了的 OK 那当然呢 它的咳呢 都是有肝咳啦 肝咳得来呢 就是很 很 抽速性的肝咳啦 咳完之后呢 往往呢 就会有些什么 有种作悶的感觉 OK 那病人呢 通常呢 就是不想动 因为任何的动动呢 是会导致它那个咳 和呢 导致它咳到 就有一种作悶 作呕那种的感觉 那好了 那作呕得来呢 它也都会发现呢 它那个口水呢 是会有流口水的症状 那 还有呢 很有趣的 在它这种情况呢 如果它吃点东西 或者喝点东西呢 就会舒缓 很有趣的 那 还有呢 它感觉到 那个维窝的位置呢 好像很空虚的那种的感觉 好了 那还有一个症状 在北美三锦 三锦醋 看得到呢 很多时候呢 你会看到有些这样的 很不舒服 很刺激性的 我们那些叫做 那些濕疹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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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沉麻疹 那些沉麻疹 那通常病呢 那个皮肤 好像有一种 刺麻疹 那样的感觉 那尤其是呢 有时看到呢 那个胸糖呢 就出现 那个胸糖那里呢 出现有一种 水肿那种的感觉 那通常那个 那个水肿的位置呢 通常呢 就是它的瘦影响肺的位置 OK 好了 还有的时候呢 我曾经说呢 它咳得很厉害 有时呢 咳得呢 直接是出现那些 紫斑的 好像那些血丝 那样紫青青的 OK 那你看到呢 这种的 北美三锦醋 那种 那个蜜薄呢 是比较快 快得来柔软 和好像 好似 好像细 那样的 很幼的 很长 很幼的 那 刚才所说呢 它们不喜欢动 因为任何动 令到她的呼吸更加辛苦 任何动 令到她更加作呕作门 那虽然她 都是喜欢多些空气的 OK 那 但是呢 就不喜欢风吹 这个不喜欢 在精神状态方面呢 都是比较上 是情绪比较低落的 都是喜欢一个人 不喜欢有人去骚扰她 那 有时候呢 看到呢 这个的 北美三锦醋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呢 它有时呢 在那个底骨 下 我们那个后腰背下面 那个底骨呢 是一种很厉害的 很特别的痛 就是不知为什么 是一个很特别的 这样的痛 这个就比较独特的情况 那当然呢 未必会出现 但是要出现到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指引的治疗 OK 好 好 那今天啊 余医生呢 又帮我们呢 就分享了啊 Dr. Paulin 在20年的临床经验上 而她又发现了一种呢 就是很特别的肺炎呢 就是游走性的 也就是说呢 有机会呢 其实就是 也就是 刚才我已经介绍过 可能有时候 就会是错过了第一阶段的时候 没有发现到的时候 用不适合的症状 或者一个疗剂 或者没有发现到 这个情况之下 那么今天 介绍了这四种疗剂 给我们 去 听众呢 去知多些了 那么 最终的目的呢 都是希望呢 是大家呢 都是保持身体的健康 也都不需要那么担心 其实是 这个 就算现在这个新冠状的肺炎 是没有那些西弱 但是其实一直以来 百多年来 都有一个同类疗法 是可以 是处理可以医治得到的 那么多谢了 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又或者可以浏览录创意健康店的网址